日上有位女明星报 一天650的伙食费不够这事儿 苗粉们都知道吧 想想 爽妹子一天208W 贡献的炸裂演技 再想想 650还不够明星一天的伙食费 明明我瞬间有点心疼自己啊 这娱乐圈的伎俩单位 真让人震撼 不过话说回来 也不能一杆子打死一传人 娱乐圈也不都是那样的 也有拍戏穷到 令人发指的剧组演员们 值得我们把敬意二字送给他们 那今天呢 这期视频就跟着喵喵一起 看看那些穷到吊渣的剧组 是如何拍出好作品的 喵粉们知道 史上最穷剧组 这部名不见经传的网剧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力 都一度碾压同期女约传 还捧出了张天爱 胜一轮两大偶像演员 然而就这么一部年度佳作 却是史上最穷剧组 在太子妃生殖记的剧组里 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女演员身上 那些看起来飘飘欲线的衣服 其实都是学访文杖窗帘布改造的 而鞋子则是淘宝上买的 当然还自己选了四天 因为没有钱给太后买鞋 所以太后出场都是赤脚的 不过看上去毫不违和 剧组里最贵的道具 就是榴莲和鼓风机了 作为全剧组之最 也是频出披露 鼓风机动不动就漏电 而榴莲作为全剧中 频繁出现的道具更是夸张 拍完一条视频后 直接用胶水粘好 下次接着用 另外最最最夸张的 就是剧组居然把床垫拉来当屏风 那除了喵喵扒出来的这些 剧中还有更多穷到吊渣的骚操作 感兴趣的喵粉们 可以看剧哦 看过《武林外传》的喵粉们都知道吧 这个剧组也是很穷 别看现在有爷妮 姚晨这样的大腕 当年在拍摄时 剧组可是穷到一件戏服都要换着船 在其他剧组拍摄都是提供餐饭 而《武林外传》为了省下盒饭钱 直接选择在饭点拍摄 演员们愣是吃到剧冲击 因此我们看到吃戏时 都觉得演员们吃得都挺香 而整整八十集的剧 仅仅有三个场景 同服客栈 门口 后院 作为时尚评分最高网剧 毛片的拍摄幕后也是十分艰辛 在拍摄第一部时 导演和演员都是一群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即用一台DVD拍摄 而服装更随意 是他们平时穿的便服 片中最值钱的古董花瓶 其实是在街边买的谭鱼 即使穷到如此程度 毛片剧组依然用满满的诚意 给广大粉丝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还有央视老板的三国演艺 苗粉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投资了1.7亿 这个投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投资了 但这些钱呢 却几乎都用在了外景搭建上 单单全演就40万人 而主演的片酬更是少得可怜 不仅钱少伙食还差 有一次刘关张三兄弟尝得不行 直接跑到老百姓的地里偷一米吃 结果被当场抓包 最后全剧组都上门去道歉了 其实这些剧组虽然拮据 但却拍摄出了一些 堪称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起没某某电影投资多少多少钱来说 这些才称得上是良心制作 那今天的幕后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接着聊 永远宠宁们哟